大家好,在节目一开始呢,我先给大家播报一条国际上最劲爆的消息 就是有关这个金三胖的事情 昨天张太公也报了,就是金三胖传说是脑死亡 那么现在的情况来看啊,包括南韩这边的消息 应该是金三胖现在出在一种危险状态 到底他死了没有,现在还不知道 有传说是金三胖在他上手术台前 交代了他要是申雇了,将把这个权利移交给他的妹妹金与正 然后呢,又传说呢,中国这边已经派了专家到了朝鲜 现在呢,有内部透露出来的信息是说 朝鲜这个医疗团队啊,是给金三胖做了一个心脏搭桥手术 但是他们面对领袖的时候,非常紧张 花了八分钟,居然没把这个桥搭上去 所以造成了手术的一个事故 现在金三胖是死是活 明天应该会有确切的消息 这是内部传出来的 据朝鲜日报报道是 金日成,金正日 他们两个做这种心脑血管疾病手术的时候 都是请的法国专家 但是好像这个金三胖啊 对这个外国势力啊,一概不信任 居然没有请他中国大哥来做 心脏搭桥手术 在中国就是个普通手术嘛 光江太公就认识多少人做过心脏搭桥手术 所以传出来的那一点,我觉得倒是有一点可信度 就说是这些医生太紧张了 花了八分钟,竟然没有把这个桥给接上 所以造成了现在这个局面 那当然了,金三胖如果在这种状态下死去 实际真是对这个世界是个好事情 以最小的成本完成了一次权力的更替 好吧,有关金三胖的消息呢 江太公就给大家讲这么多 后面呢,我去谈一下有关中美之间的关系 大家现在都知道 国际上有很多国家组织跟个人 向中国政府提出的这种赔赏 那么美国这边 实际他在企业层面 还有个人层面 实际很多机构已经向当地法院提起了诉讼 张太公在前面的节目中也提到过 现在呢,是密苏里州打响了提告中国的第一枪 密苏里州,这是州上起诉中国 这在美国是第一个 这个星期二啊,就4月21号 美国中西部的密苏里州 就新冠病毒起诉中国 称中国政府官员是该病毒目前全球最大流行的责任方 密苏里州因此成为就新冠议题 起诉中国的第一个美国州 密苏里州总检察长 埃瑞克·史密特 4月21日向密苏里州一个联邦地区法院 提起针对中国的民事诉讼 该诉讼指控中国政府 中共和其他中国官员及机构 压制信息 逮捕吹哨人 抵赖新冠病毒的传染性 从而导致密苏里州遭受生命和经济的损失 史密特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说 中国政府对新冠病毒的危险性和传染性撒谎 晋升了举报人 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阻止这种疾病的传播 他们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史密特的指控称 在最初爆发的关键几周之内 中国当局欺骗了公众 压制了关键信息 逮捕了举报人 在证据越来越多的同时 辅任了人与人之间的传播 破坏了关键医学研究 使数以百万计的人暴露于病毒之中 甚至还囤积个人防护设备 从而导致了一场本来不必要 和可预防的全球大流行 指控说到12月下旬 中国卫生官员已经有了人传人的明确证据 但是他们直到12月31日 才向世界卫生组织报告疫情 中国当局将疫情告诉世卫组织时 他们辅任了人传人的可能性 此外该指控还指出 到1月13日 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病毒传播到泰国 在接下来的一周中 他们开始在未通知公众的情况下 将新冠病毒视为严重切据传染性的病毒 在此期间 上百万人进出武汉 数千人被感染 使得全球爆发几乎不可避免 1月16日在武汉韩举行了一场有四万人参加的万家宴 中国政府直到1月23日才采取行动来遏制疫情 不过已经为时过晚 上面就是密宿里州起诉中国的这个民事诉状的大概内容 大家听了有道理没有 看看人家这个诉状讲的是不是真实的 如果说你也觉得它是捏造的 那它这个诉状是没有可行性的 如果大家听完以后 觉得人家讲的这个确实是这样的 那么按照美国人那种较真线 这个诉讼一定会打下去的 所以江泰公来说 按我掌握的信息 我认为人家这个检察长 讲的上述的这个事实 都是真实可信的 而且我认为他们可能都有相关的证据 只不过现在呢 没有到那个法庭阶段 人家不出示这个证据 那么这个诉讼呢 出来以后呢 实际在这个美国的法学界也有争议 就是说这个诉讼到底有没有意义 这个呢有不同的意见 因为有人按照现有的这个法律呢 它主要是依据一条 就是那个国家主权豁免权嘛 这个江泰公曾经做过一些节目 就介绍这个事情 那么如果在那个权利之下 另外一国的公民是没有办法去起诉 另外一国的 这个是事实 但是这个检察长施密特 你想他能作为检察长 他也是对法律很精通的 他在这里头呢 又指出一个美国的这个司法管辖权和地点 他说这条规定里面啊 有一个特殊的规定 就是存在争议的经济金额超过七万五千美元 那么美国宪法第三条第二款 就将联邦政府的司法管辖权扩大到 在一国或该国公民与外国或该外国的公民或成民之间的所有案件 他是依据了这样一条法律 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们是能告外国的或外国的成民的 他这句话讲起来比较拗口啊 大概意思就是这样 就是我们告他是有法律依据的 当然这个是有争议的 最终看法院怎么判决 但是按照江泰公前面做的一期节目啊 这个我觉得呢 美国对这个中国的诉讼啊 人家也是做了准备的 一个就是前面江泰公那个节目里头说的 就是联邦参议员霍利 他提出一个法案 就是要剥夺中国的主权豁免权 这个是为美国人民提供了一项 针对追究中共的这个诉讼权利 就是你这个一旦豁免以后 那你就每个人都能告中共 现在最新的是参议院跟众议院 都分别要推出法案 允许美国民众 就他们在新冠疫情中的损失 向中国政府提供诉讼和赔偿 都分别在出台这个法案 我想这个法案最终肯定是会通过的 那么这个就给美国对中国索贫 扫清了法律障碍 到这呢我再给大家交代一下 在这次疫情中呢 密苏里州是一个小州 只有600多万人口 但是他截止到4月21日 他死亡的是16人 感染者是5963名 他感染了很多 死亡的没多少 小州 但是他这个州是在美国 打响了对中国诉讼的第一家 我想到时候美国各州 都会向中国发起诉讼的 甚至美国联邦政府 也会发起一个单独的诉讼 因为美国他是这样 州是州 联邦是联邦 他是不同的 那么私人是私人 现在美国底下有很多机构 都起诉了中国政府 现在加州这边有一个律所 代表加州的中小企业 向中国政府发起了诉讼 他这个律师团队说呢 加州的所有小企业都包括在我们的原告团队中 案子进入诉讼程序时 我们将给这些企业发出通知 告诉他们 我们在进行集体索赔 他们可以选择参加或者不参加 那么长大战呢 中国人都觉得这个可能是 是一个笑话啊 觉得这个不可能实现的事情 但是江泰公给大家说 你可不要这样去想 美国人啊 一旦做起事来啊 还是很认真的 因为江泰公前面给大家说过嘛 就是我有一辆奥迪车 我就是今年前面捐给教会了 当然那个车也是二手车 我买的时候也是二手车 然后我最后买了摊准的时候 那个车也不太开 我最后觉得 咱每天到人家教会去呢 给人家捐到教会去算了 刚好他教会有那样一个机构 我就把那个车呢 就捐给教会了 等于说我们给教会做的一种奉献吧 那么这个之前呢 就那个奥迪车呢 我就收到一个集体诉讼的一个诉状 就等于说那个在七八年前啊 就是原车主的时候 他就参与了一个集体诉讼 就是说那款奥迪A4 发动机本身就有个缺陷 在美国造成了很多这个事故 然后人家有一个组织 就针对奥迪就发起了一个诉讼 当我们达到那个判决的时候 这都过了七八年了 但是判赢了 就说你有哪些权利 你现在就有关那块的配件 你只要是在十万英里之内 十年之内 达到任何一个条件 你就可以免费去换 我们刚好在十年之内 反正我们也去换了 也不要钱 你想想人家这个诉讼 经过了多长时间 人家就打就打 打了多少年就打赢了 可能总的拿到了一个巨额的赔偿 那我们不知道 但是作为我们车主来说 你维护了你的一个权益吗 而不会像中国那样 你买了一辆奔驰有问题了 你只能坐在引进盖上去维权 对不对 它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个诉讼一旦开启以后 他会认真去做这个事的 那么到现在呢 美国跟西方世界呢 诉讼中国的这个事情 已经非常多了 实际中共这边 人家自己也做了统计 实际我最近连续看到了好几篇 中共这边的稿件 就是讨论 万一外国对中国提醒诉讼怎么办 就是这样的一种东西 当然的外交部也有这方面的发言 我会给大家再说 那么我们现在看看 就是到目前为止 我们已经看到的 这些外国的机构 已经向中国提醒的诉讼金额有多少的 这是美国现在索赔的是速十亿美元 英国索赔的是三千五百一十亿 印度索赔的二十万亿美元 德国索赔是一千四百九十亿美元 澳大利亚索赔六万亿美元 英国那个是代表西方七国 他提的是三千五百一十亿美元 那么以上这些 中共现在换算出来是多少呢 是两百万亿人民币 两百万亿人民币相当于啥呢 相当于中国两年的GDP 你这个疫情如果按照现在这个标的去赔 就是赔两年的GDP 这个是不是跟大清那时候的 梗子赔款快接近了 但是这个呢 现在诉讼呢 这只是走在前面的 后面的诉讼 我相信会陆续出来很多的 那么到时候 大家是不是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或者什么 那么我们现在不知道 但是这个对中共的诉讼 我想肯定是会进行的 面对这个外国 要对中国的这个诉讼呢 中国外交部也说了 说面对重大公共卫生危机 和传染病威胁 国际社会应团结协作 同舟共济 而不是相互指责 甚至叫效追责索赔 我不记得国际上有过这种做法 而且耿爽说 2009年的21N1流感 首先在美国确诊 并大面积爆发 并大面积爆发 蔓延到214个国家和地区 导致20万人死亡 有谁让美国赔偿了吗 上世纪80年代 二字病首先在美国发现 并蔓延至全世界 不知道给多少人造成了痛苦 谁让美国赔偿了呢 这是耿爽的反驳 但是这个话啊 确实这个耿爽说话 没有逻辑性 那么他这个话 就隐藏了一个前提 就是说 你们那时候造成的损失 你们都没有赔 我们现在放出去疫情 我们凭啥赔呢 他这个话就说的非常不科学 就好像是给人留下了一个话把子一样 那么现在这个赔偿 这个诉讼肯定是要进行的 那么万一以后人家这个官司打赢了 怎么来履行这个 怎么来执行 实际这也是个大问题 现在就是说国外的方案呢 一般都是让你中国政府出 假如你中国政府不出 我就是扣留你的国债 扣留你在国外的财产 现在大家基本上都是这样一个认识 但是呢 现在中国政府呢 好像也有一个方案 说你们这样告中国 我们中国也在我们中国起诉你们 告你们诬告 让你们双倍返还 然后呢 我们呢 也扣留你们的资产 大家实际都有这种想法 无非就是最后扣东西 就是你告我 你的法院判 我的法院也判你 判完以后 那咱们都互相扣东西 那么扣东西最后引起矛盾怎么办 开打呗 那最后要执行这个 我看 也只有拿这个武力出来说话 只有把一方弄服了 才有可能性来执行这个东西 那么如果中国把全世界打趴了 那全世界都给中国赔嘛 那如果人家这些联合起来 把中共打不当了 那你中共你就给别人赔嘛 那么这种国际间的争端 那到最后 实际是千古不变的 都是拿拳头说话 对不对 哪有什么绝对的功力 那世界上从古到京 那么多征服者 屠杀了那么多人 随时赔了什么东西 那么赔的不都是战败国吗 哪有战胜国去给别人赔的 对不对 那么咱们按照法律的公平原则来说 那你两个国家打仗 那肯定是互有损失嘛 既然把仗打完了 那咱就应该坐下来 互相的损失一算 然后再算赔偿嘛 那你真正的这么多年下来 你看 那都是战胜国 让你战败国赔多少 你就赔多少了 实际最后啊 国际间的这种争端啊 也就是一个强权争端 弱国在这个方面 是没有话语权的 那么这个事情到了这一步 如果人家真正的拿出证据来 你中共真正的 在这个方面犯有重大的过错 对中共的索赔 是绝对会进行的 好吧 这集就到这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